剛剛憲哥跟我們描述的這個鏡頭呢 其實在陳鋒 我們邀請陳鋒來到這個地方 剛剛一邊講 一幕一幕又回來了 陳鋒來告訴我們 當時在這個瞬間的時候 你仍舊在現場 你是跟誰去的 然後當時最早的過程是怎麼樣 當時 我剛好在旁邊 攤販區那邊買東西吃 然後 我們同行的人大概是十二個人 然後是妹妹的大學同學 是 然後 我們 剛好那時候 事發大概是八點多的時候 八點半左右 對 事發是八點半 我在八點 七點多快八點的時候 因為我肚子餓 然後我擔心妹妹 就是在裡面玩 玩太累 是 我就打電話把她 就是叫出來 然後說 我們先買點東西吃 待會再一起進去 結果我們買完東西 然後 到了 攤販對面有一個那個 另一個的看台座 我們坐在那邊吃 吃一吃大概到八點半左右的時候 我們正要吃完站起來 然後從我們那個視角 視角看過去的話 是 是可以看到 舞台後方 然後到整個會場 對 然後 我們就是站起來 正準備要走下看台 然後 往舞台那邊走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舞台一陣火噴出來 所以 那個時間點八點半 根據這個主辦單位的講法 它距離整個 game over的時間 差不多半個小時 活動要結束前半個小時 你沒想 就要回去跟大家 繼續再嗨一下 結果你一站起來 往那邊移動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 是火光引起你的注意 還是那個陽道的聲音 引起你的注意 是 先聽到 哄一聲 是那種 就是 瞬間有東西突然燒進的那種聲音 它不是爆炸聲 它是哄一聲 然後就看到 那個舞台那邊有火光 然後我們 我一開始還問說 今天有要放煙火嗎 還是 因為 然後接下來 燒上去後 那個 我是 我們從那邊看 可以看得到就是比較高的地方 然後 舞台上空 就是 火光就開始從空中燒 然後 我們才看到地面 就是一陣火 這樣突然大火 就這樣燒起來 陳鋒你的意思是說 這一把火從 池底一直燒到舞台上空 是整個三度空間在燒的 不是 是 我在想 應該是因為 就是當場 現場應該有蠻多人看到 就是現場的照片 它其實是 就是 彩粉是灑在空中 對 瀰漫的 然後 空中的密度很高 然後 那個火是從 舞台噴到 半空中 然後火其實 一開始就是跟 可能跟剛才跟老師講一樣 是 就是前面 那個地板還沒燒起來 是人倒下去 有可能才應燃的 對 可是空中其實 有粉的地方已經先 就是燒 燒盡這樣子 你看到這個樣子 你印想說 今天有放煙火沒聽說 但你有意識到 出事了嗎 因為 開始燒了之後 然後看到火 一起來 然後就 就聽到 我們在那邊 其實隔了一段距離 大概跑過去 大概要三分鐘左右 對 我們就聽到就是 整個會場那邊 音樂突然斷掉 然後 尖叫聲就 從那邊 傳 就是開始 尖叫聲傳 大量的傳過來 然後我們才想不對 然後 我們 我妹的大學同學 他們全部都還在裡面 然後 他和他男朋友 就是 他們是同一個大學 他們就很急 然後 拿手機打電話打不通 他們就要衝進去救人 可是裡面都是火耶 你要衝進去 裡面的人出不來 你們外面想要衝進去救 因為我們 我們想看就是先 我們當時也慌了 然後我們想確認就是 自己的朋友 因為 就是先確認自己朋友 有沒有受傷 沒錯 然後 然後 接著我跟 我跟我的女朋友 也 衝下去 就是進去開始找人 因為後來 火其實就是 我們看已經沒有火光了 我就衝下去找人 在衝下去找人之前呢 妹妹跑進去 是先有人 跑出來 然後 他是 一隻腳 用一隻腳在跳 一搏一搏的 然後 跑到小 小吃攤飯去前面那邊 就倒在地上 我印象很深 他就倒在地上 然後 大叫 他要水 然後就看到有 小吃攤飯就涌出來 然後有拿 就是 銅水的趕快往身上澆 然後我才意識到不對 有點 太誇張了 然後 接著我就說 我就跟我女朋友說 不行 我們要趕快進去救人 好像很多人受傷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往會場裡面衝 對 在往會場裡面衝的路程中呢 那個 有一股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那個味道 因為就是 大家看影片其實 沒有辦法想像在 現場的那個狀況 因為它還有 裡面的溫度 然後氣味跟 聲音 還有粉塵 瀰漫在現場的味道 對 就是 它有 燒焦的味道 還有 像是 類似烤肉的味道 可是很臭很臭 然後越靠近 會有那個 嘔吐感會 越來越強 但你還是得往裡面衝啊 朋友都還在裡面 對 所以我們就 我們 它是一個 我們看台在這邊 然後舞台在這邊 所以我們就衝進去 然後 接下來繞到舞台的後方 就是 大家逃離的方向 呃 能跑的 基本上都跑了 然後我們 我到了 看到的時候是 後面 躺了很多 傷患 你說還躺在這個池子裡 還沒有人 去把它們 包上來 拖上來 對 因為人真的 因為瞬間 然後人手不足 是 我們在跑的路程中是 但是 也有後面 四面八方 因為八仙 它那個地方其實是有很多通道 可以往那個舞台那邊走的 嗯 有往廣場 飄飄河那邊進來 還有從另一邊 水戰場那邊進去的 然後 四面八方 我們 我們算是衝進去大概 呃 第二批人 第一批可能 呃 幾十個已經先衝過去 先救 要救了 然後我們是第二批人到 然後陸陸續續有人到 然後看到 開始看到 就是後面的人 然後有人在下面看 摻扶 然後想要把傷者先 拉離那個火場那邊 因為地上都是 焦掉的東西 所以 陳鳳你 那個晚上其實 進一步說 你已經加入了救援的行列 但是其實根本不知道怎麼救 其實因為眼前 只要躺在地上 都是你們要救的人 一個一個拉拉拉 拉到真的 也不知道累 也不知道更多的想法 就通通往那個棚子裡集中 然後在那個棚子裡集中 聽說 你在那個地方看了 很多人根本已經 要睡不睡 要休克 你拚了命在耳朵旁邊 一直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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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第一個狀態是 就是把人從火場 開始在幫忙抬人的過程 是 有人 有人就是說 就是在指引說 把傷者放進飄飄河 說 飄飄河就是他們有一個設施 是冷卻 對 他們身上可能會脫水 然後都燒傷 然後要先就是讓他們舒緩 對 所以我們就是 一開始沒有道具 我們 後來咬的牙就是 讓他們叫 可是我們一定要接觸他們的皮膚 然後兩個男生 讓他們 坐在我們手上 然後扛著他們大腿 他們 那個傷者這樣跨在我們的肩膀上 兩個兩個就這樣一直運 運傷者去 然後到後面才有開始 小販把摺疊椅 摺疊桌 還有他們的水桶跟拖車 拿來給我們運傷換 然後就這樣搬 然後後來我們搬到最後 快結束之後 就是後來就有發現有 有傷者在那個飄飄河裡面 快休克了 因為他們失溫 就是泡水 這時候你做了什麼事 這時候大家才趕快 又不能休息 又下去把傷者再抱起來 然後開始有人說 去附近的設施 拿那個他們的游泳圈 然後先 就是不要讓他們直接接觸地面 然後先放在游泳圈當單架 讓他們躺著 對 然後趕快把他們全部救上來 因為我還聽到 我還聽到現場還有一個很誇張是 大家不是有意的 大家都是要幫忙 可是 大家急著把傷患運送的過程中 然後傷患交給下面的 因為它是有個台階 然後交下去後 然後我們就要轉身去接人 就是運 像一個一個接著運這樣子 對 然後有傷患是 基本上我們抬出來的傷患 我看到的都是 基本上手腳都燒傷 就是都不能動 你是說 要接力的過程當中 沒接好它嗎 不…不是沒接好 是… 是放下水裡後 對 忽略了它其實四肢無力 喔 所以它下去後 我們就想說 轉身繼續接另一個 然後 沒想到那個它… 沈下去了 溺水 對 然後我們才趕快 就是把它再… 再撈起來 拉起來 然後靠牆放好 因為太緊急 一整個 冰荒馬亂的那一晚 乘風就這麼來來回回 不停的救你 不知道救了幾趟 忍著那個讓你難受的氣味 救人… 其實腦筋是一片空白的 一直到 曾經這一個時刻 你去跟誰對的話 你眼淚流下來 是… 我們從… 把傷患從就是… 水裡面拿出來… 抬出來 然後… 開始就是… 他們的… 身上就是… 他們… 慘叫聲就比較平息 他們… 也比較冷靜下來了 然後… 可是他們很痛 然後很多已經開始要陷入… 就是在翻白眼休課的狀態 然後… 就是現場就開始有人說 不能讓他們睡著 睡著就有可能就醒不來了 因為救護車跟醫生都還沒到 對… 然後我們現場也沒有任何藥品 然後… 所以我們就… 呃… 整個廣場… 你就站在中心 然後你… 環繞四周… 躺滿了傷患 那… 那個場景就是… 你…不知道你該怎麼辦 你要先救哪個 然後… 你只能每個人站… 每個幫忙的人附近站幾個 你一定要先顧好他們 他們… 看起來要睡 你必須要去他… 去他旁邊跟他講話 然後… 刺激他的意識 不要讓他睡著 陳某跟我們說說看 是哪一位患者跟你觸動了哪一句話 讓你… 醒過來你發現 這是一個天大的災難 呃… 是… 呃… 然後… 想想他們… 現在馬上趕過來 你不能睡 然後… 我就聽到… 我就… 呃… 這樣問 然後… 她清醒了一點 我轉身照顧其他人 然後… 再回來… 再確認她的時候 然後… 我發現她又快睡著了 然後… 我就說你不能睡… 你不能睡… 然後… 想像你的姐姐 因為她有一個姐姐 然後我就說想像你的姐姐 她會多擔心 然後… 她… 她清醒了一點 可是… 感覺好像她接不到我們上一段的對話 然後… 她就… 清醒了然後看到我 她就問我說 呃… 我全身好痛喔 我現在是在做噩夢嗎 我當下… 呃… 就有點崩潰 因為… 周邊的全部都是同年齡的… 都是同年齡的人 然後… 設想就是… 如果是自己… 被燒到 然後躺在那邊… 是… 就是… 我也希望這是這樣的噩夢 好… 陳鋒 謝謝… 這個勇敢的孩子 他… 能夠全身而退 我一直說… 他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無意讓他再勾起那段畫面 但是… 他眼眶紅了 他說… 他希望他還能幫助更多更多的人 我們今天在這個小時 憲哥要繼續… 帶我們去… 挖出更多的真相 我們也就在幫這件事情 我們要讓政府重視 來告訴我們 在那一個… 這麼多人擠在的那個 抽乾的游泳池裡面 後來… 還發生了什麼事情 憲哥 就像… 以你看的話 這是一個被抽乾的一個水池 來當作… 搭建… 臨時的一個舞台 那以你的… 你認為這樣的話 一個… 小小的一個水池 可以容納多少個人 一座游泳池大概三五百人吧 對… 頂多頂多六百個人 他竟然為了要賺錢 竟然是賣了四千兩百多張的票出去 只可以塞六百個人塞了四千個啊 對… 所以他塞了七倍的人進去 而且整個地面上通通都是厚厚的一層粉塵 當整個發生塵暴的時候 除了空中瀰漫的這個粉塵在爆炸以外 對… 在燃燒以外 對… 每一個人的腳下 好像都踩在那個… 非常燙的那個火爐上一樣 就像… 那些…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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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是一個秘密的一個空間 在这个秘密的空間裡面 本來那個主持人說 這個… 風很大 其實風… 再怎麼吹都吹不進去 因為它有一個… 兩邊有一個高度 將近兩公尺 所以它那個裡面在吹的 是靠那個人工的機器 它故意的把那個地面上 很厚的那個… 粉橙… 所以你說這個游泳池 它的高度是良米 也就是說 對… 火光當中四鄉奔逃的那些人 他根本是逃無可逃 完全逃無可逃 誰翻得過兩米高的地方 沒有辦法 你再怎麼攀都攀爬不出來 可是火在裡面 燒你要趕快滅火啊 而且地上是燙的 整個都是燙的 那時候真的就像在一個火爐裡面 完全被困住一樣 所以為什麼裡面會 大家這種一直求救的聲音 一直想要往外逃 逃不出來 可是剛剛憲哥講到了一個畫面 他說連那個噴槍的那個空氣 都拿來滅火了 你趕快拿滅火器啊 人這麼多要救 是 我跟你報告 這個四千個人 只有一台的滅火器 你再想想看 只有一支滅火器而已 所以有夠恐怖 一支滅火器 竟然可以救四千個人 你說這麼大的池子 六百個人擠四千個人 已經很過分了 結果從頭到尾只有一根滅火器啊 只有一根滅火器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八仙樂園 它裡面的一個設施 它裡面的安全 到底是怎麼通過了 我們都不知道 為什麼當初 這樣的一個危險的 沒有安全性的一個場所 可以出租出去 它可以為了九十萬的租金 而六百個人 可以擠的一個場所 竟然擠的七倍的人進去 反正我就為了賺錢 我不管你 你就給我擠進去 你們在裡面要怎麼瘋 要怎麼玩 都無所謂 但是所有的安全 安檢的措施 它都完全自知不理 所以今天這個意外發生到現在 四個字 草菅人命 主辦單位 還有出界場地的八仙樂園 責任要追究到底了 謝謝憲哥 我們看到了這個過程當中 要請 幹哥來帶我們看到 昨天 我們 持續看到好多好多傷心的家長 他們到了醫院去探望他們的孩子 他們的挑戰才要開始 但是那驚慌的一夜 剛剛呢 陳鋒告訴我們說 有休克的人 你不斷不斷要去喊他 然後現場呢 就是非常非常堆 堆的到處都是 車子要出去還要塞車 那只是嘴巴講 你可以想像 你可以想像嗎 接下來這段畫面 是五七新聞王的同仁 他第一時間 仍舊在現場 他用他的手機 拍下這段畫面 我們剪輯下來 你來看看 這段畫面 你躺下 我幫你就好躺下 你躺下 我幫你就好躺下 你躺下 我跟障瞭就好躺下 你躺下 衝著來 再過去一點 這樣過去一點 他都水 沒有 再增加一步 再增加一步 我们没有在里面 我们隔了那么多层 看了都让人头皮发麻 更何况是像陈峰 人在现场 他眉头纠结的那个原因 我们现在理解了 干哥 看了咱们把口昂 那个真的是 就是我们的孩子的 那样的年纪 在那边受苦 来说说看 从巴仙乐园 这么大的园区 我走直线 进到最里面那个 火烧的干掉的游泳池 都要十分钟 他们要送出来 徒步的 人工的接力 多困难啊 俊相 你就讲到重点了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看这个画面 一分三十秒 这个人好不容易 才可以往外送 对不对 一个人 五百个人 要花多少时间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外面都脱掉了 我跟你说 你根本进不去 好 我们英勇的 五七新闻王 工作人员 他不假思索 马上就从新北环块 八点半多发生 对不对 九点半的时候 他就已经抵达现场 这个时候事故 已经发生了一个小时 他到现场 第一个看到的画面 是长长的红色城墙 什么叫红色城墙呢 因为一片都是红色的警示灯 你再远远看 就是警示灯 他那时候心里想说 号浪 其实救护车都到了 救护车到了 就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你应该在救人吧 全部都已经在救人了 对不对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他骑着摩托车 终于到了现场 连他都进不去的时候 他才发现 外面这十几台救护车 不管是任何公立医院 或私人医院的救护车 上面都没有人 通通塞在外面 救不到人 根本没有办法走 也没有办法进去 怎么了呢 开了大门 有路就赶快杀进去了 好 郡相重点来了 因为就是没有路 没有人来安排这样的动线 告诉大家 救护车应该怎么走 原方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好 我们这个画面 是非常珍贵的 因为这是我们新闻网络团队 自己拍到的画面 跟所有其他新闻网络团队 都不一样 好 仔细看 他一进去的时候 一看到 哇 阿兵哥列队了 已经跑过他身边 有五十多人 他想说 可能阿兵哥来了 应该很好 弟兄出现了 我们心就安了 应该是 我们现在救的话 会比较快 因为国军 总是比较有效率 结果呢 结果没有 连他们都搞不清楚 他们的指挥官都不知道 该怎么救 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 好 我们工作人员 就干脆 不要再摄影了 进去一看 好 他看到 五十艘汽艇 有很多都是国军的 都已经摆下去了 其实新北市的消防人员 也到了 但是干哥 大家要问一件事 你看 国军弟兄 非常有效的第一时间抵达 指挥官也带到了现场 带到了 一一九也到了 所有工部门 救援人力 都已经进来了 那八千乐园的人呢 这里的场地 不是他们最清楚吗 就像这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人都到了 要有人倒影 怎么走 你的八千乐园 十六公顷之大 我们哪里搞得清楚 东南西北 对不对 就算进得去 这些人 要怎么用最快的方式出来 一定是你们原方人才了解 所以大家看到 杂乱成不成章 这完全都不晓得怎么回事 而且我坦白跟你讲 大家好不容易 可以有一点秩序的时候 前面还是塞着 就是说 有三十多个人 他已经可以上去了 我们刚刚就在这个袋子里面 听到了在喊 先放在原地 先放在原地 不要再进来了 不要再进来了 出不去 对 完全出不去 所以我跟你讲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看 这些人通通在排队 这地方你还可以看到说 这些人意识还清醒 这时候我们同仁 因为在前面已经得到 这些人在快要睡着的时候 阿兵哥都叫我们 醒了 不能睡着 不能睡着 就刚才跟同学讲的一样 不可以让他睡着 因为他睡着了 是不是能再醒过来呢 所以我们同仁也在说 大家不要让他睡着 五六个男孩 围着一个女生 一直让他不要睡着 不要睡着 好 具象 我现在在讲重点 我们拍到一个 这个最可怕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崩带桥 什么叫崩带桥 什么叫崩带桥 好像我们去一个乐园玩的时候 可能会给你一个 有一个小小的手铐 那是像手表那样 那可能是一个活动的标志 对不对 所以他一看 因为那时候灯光很暗 脚上也有 手上也有 有挂着崩带 难道是 都是一些标志吗 结果一冲水 那个伤患 哇的一声大叫说 不要再抽了 那是我的皮 所以在地上 有上百片 大家以为是崩带的皮 还有再连在他的手背上 皮肤上 手肘上 有多少的皮在那边 大家知道吗 那多可怕的景象 因为画面实在太残忍 我们不忍心播出 大家就想到说 到了这个崩带桥 你才会知道说 因为用水冲 原方用水冲 冲掉了多少皮 而伤患是多么的痛不欲生 更好笑的是什么 更好笑的是士兵 因为没有人指引 还有两队 两组士兵 越搬越远 跑到园区的 更里面去 我觉得这个不能怪阿兵哥 因为什么 不能怪 天这么暗 园区这么大 动辄将近十公顷的地方 你要他往哪里去啊 要往哪里去 没有人来导览 没有人来导影 后来你知道 我们的工作人员 到现场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拉出去的人 没有二三十个 这个时候 整整案子发生两个中途 原方第一次有广播了 广播应该是要 要说大家冷静 我们现在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对不对 他不是 那个原方的广播 他听得非常清楚 第一次听到 两个小时之后 才有广播说 某某某小姐 请你现在到园区门口 你的家人来找你了 冷冰冰的广播 在案发两个中途之后 这次巴西云热源 你真的是难辞其咎 好我们看到了 这一次的意外发生带来 我们要继续追踪 这个关键人物 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他 旅 中 吉 然后再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